其实这是让人沮丧的一年 N系列更新了个季末 HX370高价寻找韭菜 但它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年 M4 Mac Mini不负众望的升级了 国博后价格只要3599元 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我们一起回顾 2024年迷你电脑市场发展趋势 探寻本年度最优质的迷你电脑产品 这些品牌厂商都是 2024年迷你电脑的市场参与者 他们推出了如此众多的产品 当然M4 Mac Mini也是其中一员 回顾一年来迷你电脑市场的发展 有几个重要的关键字 就是普及、拓展和停滞 普及是我们厂商们 把最重要的产品功能升级 带给消费者 比如2023年度 就是2.5G网卡开始普及 而2024年度 则是超级大门宽接口开始普及 它也是本年度最强的技术趋势 拓展是我们厂商在 迷你主机这个品类里 进入更多的细分领域 除了我们常见的核显迷你主机 和低功耗迷你主机 它们还进入了独显迷你主机 迷你全闪NAS这两个细分领域 独显迷你主机上市数量大幅增加 全闪迷你LUS也开始涌现 停滞是我们发现最重要的CPU供应方 不管是英特尔还是AMD 都失去了市场的敏感性 新升级的产品 有的是性能 有的是定价 都出现了不符合市场需求的情形 英特尔低功耗更新的N150如根 性能和N100几乎没有区别 几年来 低功耗产品没有任何令人心动的变化 而AMD A9 HX370 性能提高20% 整计价格翻倍 大家这才认识到8845HS的性能 那是真顶啊 2000出头的价格 那是不贵啊 当然也又像苹果这样 大幅度更新了Mac mini 基础内存升级到16G 裹补后价格比原来更便宜的 苹果自己的最有性价比产品 M4 Mac mini 值得点赞 接下来我们分市场来介绍 本年度迷你电脑 首先是低功耗小主机 今年主要的产品 还是N100 贴近年底 搞出了N150 据说还会有N250 N350和N355 N系列低功耗 我们已经测试过这么多了 虽然不能说了如指掌 但也是审美疲劳了 单纯升级到N150 也不能刺激到大家的购买欲望 反而是双11之后 超小迷你电脑 让我们眼前一亮 如此小的机身 能扛下双2.5G网卡的发热 还有全功能Type-C接口 值得点赞 接下来是终端市场 英特尔在这个区间有N305低功耗 和i5-12450H 以及i7-13620H AMD有6600H 6850H 以及6900HX 甚至还有只卖1600元的7840HS 这个主流市场 仍然是对客户最友好的市场 也是竞争最激烈的市场 延续2023年的趋势 AMD仍然占据上风 英特尔I3-N305属于低功耗产品 但是我认为也可以把它当作 遗忘的i3来看待 不过只有9条PCIe通道 我也不知道 12450H为何还是主流产品 好像我们去年就说它是主流产品了 一年来主流产品竟然没有变化 13620H 整机一般都要2000多 比同性能的AMD贵不少 而AMD上代旗舰6850H和6900HX 降价到了1699元挡位 全方位脸压英特尔酷睿 甚至这台7840HS 双11后一直卖1699元 算是最便宜的780M核显小主机了 它们就是X86的旗舰产品 英特尔奥特7和奥特9 AMD则是8845HS 8945HS 还有年底上市的i9HX370 奥特7的价格还是3000元左右 奥特9更是价格不菲 8845HS是我们一年来最为推荐的产品 大部分都有超级大门关接口 非常值得购买 HX370我们今年再看看吧 现在的价格实在是下不去手啊 2020年的独闲迷离主机 比往年热闹 阿迈奇 天背 F1VM 都退出了各自的优势产品 连索泰都靠大幅降价 也把自己几年的库程清光了 2020年可能是迷离全闪纳士的元年 既有千元出头的2.5G N100 N150 也有三四千元的万兆全闪纳士 风简尤人 最后我们来评出今年我最欣赏的迷离电脑 首先是最佳的X86旗舰产品 2399元的F1VM FA880 超级大门关接口 年底还升级到双2.5G网口 最重要是无线网卡不对叠 还能有外置天线增强信号 可以算是没有任何短板的旗舰 2199元的吉摩克K8 Plus 超级大门关接口 双2.5G和全功能USB4 2199元的天背GM12 MAX 超级大门关接口 这是8845HS的旗舰版本 以上上台都有可以外接显卡屋的 奥克林克接口 都有双2.5G 双NVME 双USB4 HDMI 2.1 DP1.4 都是全功能USB4接口 接着是最佳中端机 1699元的吉摩克M7 超级大门关接口 CPU是MD-RAN7-6850H 1799元的天背GM12 MAX 超级大门关接口 这台CPU是MD-RAN9-6900HX 这两台也是双NVME 显示接口HDMI 2.1 DP1.4 USB4都有 也是全功能USB4 当然还有奥克林克接口 外形最漂亮的迷你电脑 颜值最高的迷你电脑 那肯定是M4Mac mini 我觉得应该没有啥争议 除了电源键稍微立天 而最近测试的这台 Max Hubble 领效MI21 是我觉得2020年度 最好看的X86迷你小主机 铝合金机身 镜面顶盖不沾指纹 设计庄重大方 摆桌面分外好看 一时间我觉得都不输M4Mac mini 咱们低功耗产品 今年我就喜欢这台超小的N100 mini主机 这么小的机身 有双2.5G和全功能Type-C 颜值也不低 最佳独显mini主机 我认为是有46G RTX 3080的独显的 阿迈奇M1A 还有3299元的天背游人X 这两台都有赛博朋克风格 一台主打高性能 一台主打性价比 今年最具创新的迷你电脑 我觉得一台是 Blink 0x GTI 14 Ultra 它不但内置电源 而且还有喇叭内置 更惊艳的是 还有一条可以外露的 PCIe 46X的插槽 可以外接存储和显卡 另外一台是 Mids Forum 明凡MS-A1 可以装置AMD台式机CPU 有4个NVMe旁位 还兼容U2 SSD 几乎媲美曲莲的MS01 去年的最佳HTPC 是明凡EM680 今年我没有看到媲美它的 超小的旗舰级HTPC 所以我们控制了 最佳HTPC的推荐 今年能不能用EM880出来呢 本年度我们增加了一个 最高推荐 那就是年度最佳迷离主机 也就是最值得购买的 最完美的迷离主机 M4 Mac mini 体积缩小 CPU升级 内存升级 接口升级 颜值也升级了 我自己也用它 替换了我的黑苹果主力机 我的桌面自然也更好看了 总结一下 今年最佳的X86旗舰是 F1VM FA880 GMK K8 Plus 天背GM12 Max 最佳创新 林特GTI14 Ultra 林凡MS-A1 最佳终端 天背GM12 Max 吉莫克M7 最佳颜值 M4 Mac mini Max Hubble 林孝 MI21 最佳低功耗 天背NE Pro 最佳独浅迷离主机 阿迈奇M1A 天背油冷Guard X 年度最佳迷离主机 M4 Mac mini 2020年度 迷离市场的这一年 我们没有看到 8845HS的接班人 顺利来接班 以往这个时候 星期间应该是大卖特卖了 但是它没有出现 那么 今年我们能看到 2000多元的HX370吗 我不知道 也许能吧 就像我现在开始发愿了 希望几年后有一台 能够跑670亿币 满血的Deep Seek R1 大模型的迷离主机 能够到来 有希望总是好的 好了 今天就说这些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